哈囉大家好我是騰騰我們今天呢來分享這個戰策三國志的需要禮包碼 好那我們首先呢點擊右下角的更多 然後接著選擇右上角的設置 然後接著在下左下方這邊就可以看到我這個禮包兌換 然後這邊就可以輸入我們的禮包碼 首先第一個是這個 DW888 DW888 好點選確認 好可以獲得 2萬的銀幣跟10個1萬的糧草 好像有點少 然後第二個呢是這個雷電商店的專屬禮包 你們要從電腦下載這個雷電模擬器 然後點到點開 先回到首頁 點開這個雷電商店 然後第三個禮包專區這邊就可以找到這個 戰策三國志的獨家序號禮包碼 好這邊總共有馬具跟裝備素材相擺 各有15個 然後我們直接把這個複製起來 回到這個頁面給他貼上 點選確定 這樣就可以了 不過這個是用橙色的 看起來有點高級 這個只有綠色就還好 好那我們現在去通關這個一之三 這種 這個遊戲這個畫圖其實都畫的還蠻漂亮的 但是大家應該都只會 看這個女角的圖吧 這兩個就還不錯啊 反角的話就隨便吧 這個夢霍是畫的蠻像的 這應該是夢霍吧應該沒講錯 蠻蠻入侵對啊應該是沒錯 其實這個可以直接跳過 這個遊戲是還蠻佛心的 然後你看這個封面的 也畫的蠻不錯的 這邊是可以快速戰鬥是怎樣 可以使用20次 他這個勝利判斷條件是什麼 應該是全自動 好那我們現在去卡池招顯兩次 這裡也是新手的招顯 直接單抽 然後一個周昌B 那男的就不太爽 現在是要把這些武將給升級上去 每個都升級到超過4級 這個應該是都夠啊 好我們直接升級 他好像不能夠超過 超過主攻的等級 接著是武將進階 你們祝龍是可以進階嗎 我只要獲得這些裝備就可以進階了 好現在沒辦法再強化 沒有沒有辦法 這個公孫鑽石可以再升一下 可以看到這裡都有這個提升的 這個也可以 這個先不要好了 感覺有點浪費 那這邊升至三星 他這邊就只有 他這邊就直接推薦祝龍 而且你看他升星完他可以再繼續給你碎片 那我們就招他的這個升星吧 那 那其他也沒辦法升星嘛 就只有 祝龍可以升星 我升星又解鎖個新技能 可以一直解鎖技能 我們現在解鎖了 我解鎖了三個 還差最後一個 最重要是升星啦 升星才比較強 好那我們這整個第三章就完成了 君主也升級到五級 第四篇群寇來襲 那我們要回到城鎮了 這邊可以幫助我們 先建造一下 這邊免費的立即建造就可以 他是要升到兩級嗎 好像是 他這邊也都會有很好心的 提示泥 這是主線的 這個要花到一個 那我們先直接點升級 那要先點笑場 兵營也可以免費升一下 那我們就等一下吧 這隻之間我們 傷兵營 還有治療傷兵十個跟擊殺蠻族部落一次 好那我們挑戰一下 南蠻先鋒 你們士兵有馬嗎 算了先不管 直接攻擊 這裡福利 每日的福利 王道籌籌 只要上 上限 這個是240分鐘是 哇4個小時 完4個小時就送你10點抽 我們這樣打完了嗎 我們的郵件 喔這裡打完了產生傷兵27個 我們可以回 回我們組成 來傷兵營 喔 我們還沒有開放是吧 那我們應該先 去開啟這個傷兵營 那我不管我們就直接把他加速了 好這樣可以直接免費完成 連升到三級 然後進入傷兵營 直接全部立即治療 只要4秒鐘 那這樣我們第4篇也都完成 我們也提升到6級 第5篇合縱連 合縱連橫 現在就可以繼續招募新手卡池 應該可以抽到一個SXR 那個女的迷夫人 真的畫得蠻漂亮的 這個蠻生動的 看他眼睛還會眨 這個阿斗就算了 這個馬良 這個 這個不是很重要的人 再次守信者 好像沒有上輪車 然後做到一個SXR還有一個 迷夫人 馬良直接幫他升級升滿 然後進階 就給他進階進階 然後現在要獲得6級武將 既然他都送我們這個升星那麼多我們就 直接升星 刺星了 我把紫色的都升到6級 現在可以提升武將技能 這個是啥 要耗5個這個 夜明珠 S級的 然後這個紫色的話是 分別有這個A級的可以拿來升級 我們就都先平均升一下好了 OK 最後是通關 2-5 2-5 我們這邊就直接先用快速通關 到2-5再開始打 這邊一鍵上陣 目前可以上陣6個 還不錯 看一下我們的馬良有沒有比較強 但是這個祝龍的升星是比較高的 我們祝龍血量瘋狂狂掉 這個電腦也蠻強的耶 我們的祝龍這兩個都要掛掉 我們目前這邊是沒有補師耶 還是這個 這個有在補 我們等一下看戰表 看看有沒有戰表 可以抓到誰在雷 看一下數據 我們祝龍跟馬良果然是傷害最高的 然後我們承受傷害也是祝龍最好 所以這是我們的MVP 周昌 欸行吧 就只是 漏盾 OK 好吧 我們今天的這個戰策三國志的需要有幫我分享 集市完就差不多拍到這邊囉 我們下一集再見 大家拜拜 拜拜